今天是《奇俄旅行记》的最后一集,尼尔斯看见了他日夜思念的妈妈和爸爸,他们都憔悴了,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的思念造成的。 不过,他们也听说了关于小尼尔斯的事情,我们可以感受到父母对自己儿子的满意。 不过就在这时,毛针回来了,还带着梅雨,尼尔斯的妈妈把他们关了起来,她会对毛针和梅雨做些什么呢?后面还会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吗?我们一起来听吧。 尼尔斯豪尔耶松肯定听见了他的喊声,但是他还是站在马厩门口不动。 他迟迟不动,并不是因为他对熊鹅没有感情,而是因为如果他去救熊鹅,就得出现在父母眼前,他很不愿意那样做。 父母亲已经够痛苦的了,我还要给他们增加忧愁吗? 但是,当他的父母把熊鹅带进屋里关上门时,男孩儿再也待不住了。 他跑到院子里,跳上房门前的红木板,跑进了门廊。 他出于过去的习惯,在那里脱下木鞋,然后走到门口。 但是,他仍然不想暴露在父母面前,所以没有勇气举手敲门。 他当时想。 这是关系到熊鹅毛针的性命啊。 他从你离开这里的那一天起,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顿时,他和熊鹅在冰冻的湖上,狂风怒吼的海上,和在凶猛的野兽中间经历的一切,都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和恋爱之情,便克服了一切顾虑,敲起门来。 是谁来了? 父亲开了门。 母亲,你不能动熊鹅! 男孩喊道。 被捆在凳子上的熊鹅和梅雨,立刻惊喜地尖叫了一声。 男孩听见,他们还活着。 男孩的母亲,也惊喜地叫了一声。 哎呀,你长大了,也长漂亮了。 男孩没有进屋,仍然站在门槛上,好像一个不能断定自己将要受到什么样的礼遇的陌生人。 谢谢上帝,我可把你给盼回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欢迎你。 父亲再多一句话,他也说不出来了。 男孩还是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口。 他真不明白,他那样一副怪模样,他们为什么对他回来那样高兴呢? 但是,母亲走过来,抱着他,把他拉进了屋里。 这时,男孩才发现是怎么回事。 母亲! 父亲! 我长大了! 我又变成人了! 第二天,黎明前,男孩就起了床,朝海边走去。 天刚蒙蒙亮,他就到了斯尼格渔村东边的海岸上。 他是一个人去的。 他离开家之前到牛棚里去过,想叫醒熊鹅毛针。 但是大白鹅却不想离开家。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又把头伸到翅膀底下,睡着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 天气几乎和大雁们在今年春天越过大海,到斯尼格渔来的那一天一样好。 海面上风平浪静。 男孩想,对大雁们来说,那天飞越波罗的海,是多么好的一次旅行啊。 男孩自己仍然处在一种迷离恍惚的状态之中。 他的思维一会儿像狐仙,一会儿又像人。 当他在路上看见旁边有一堵石头围墙时,一定要搞清楚后面有没有野兽窥视他,否则他就不敢向前走。 而转眼间,他又会感到自己可笑,并为他长得高大强壮,无所畏惧而高兴。 他一来到海边,就站在海岸的边缘上,以便让大雁们看见他那高大的身躯。 那是有大批候鸟迁徒的一天,天空不断传来鸟类互相引诱的叫声。 当男孩想到,没有人像他那样能听懂小鸟彼此的喊话时,他不禁笑了起来。 大雁们这时也飞过来了,一大群接着一大群。 但愿不是我的燕群,不向我告别就飞走。 男孩很想把事情的全部经过告诉燕群,并且让他们看看他又变成了一个人。 又一群大雁飞过来了,他们飞得比其他大雁快,叫得比其他大雁响。 这就向他说明,这一群大雁一定是他生活过的燕群。 但是,男孩却不像前一天认得那么准了。 大雁们放慢了速度,沿着海岸飞来飞去,男孩这时才明白,那就是他的燕群。 他不能理解的是,大雁们为什么不到他身边落下,他们不可能看不见他站在那里。 男孩想发出隐诱的叫声,让他们飞到身边来,但是没想到舌头怎么也不听使唤,他再也发不出那种正确的声音。 男孩听见阿卡在空中喊着,但是听不懂阿卡说的是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是大雁们改变了语言吗? 男孩怀疑着,他对着他们挥动自己的肩顶帽,顺着海岸边跑边喊。 我在这儿,你们在哪儿啊? 看来,他的喊声只会使大雁们感到害怕,他们飞向高空,朝海上飞去了。 男孩终于明白了,大雁们不知道他是一个人,他们已经认不出他了。 他无法再把大雁们叫到自己身边,因为一个人是不会讲咬泪的语言的。 他既然不会讲,当然也就听不懂。 尽管男孩为恢复原形而高兴,但是他觉得,他就这样离开了他的好伙伴,是令人伤心的。 他坐在沙地上,两手捂住了脸。 再看他们,还有什么用呢? 但是不久,他又听见了山洞翅膀的响声。 阿卡他老人家,为离开大拇指,心情沉重,又一次返回来了。 现在,当男孩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时候,阿卡就敢飞得离他近一些了。 忽然间,好像有什么东西,打开了阿卡的眼,他看清了那个人是谁。 阿卡落在了紧靠着他的一个夹角上。 男孩高兴地喊着,把老阿卡抱在怀里,其他大眼伸出嘴去抚摸他。 在男孩的周围挤来挤去。 大眼们一边叫,一边说,向他表示忠心地祝贺。 男孩也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自己有机会与他们一起进行那次美好的旅行。 但是,突然间,大眼们奇怪地安静下来,纷纷向后退。 他们似乎想说, 哎呀,他是一个人呢,他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他。 男孩这时站起来,走向阿卡。 男孩抚摸着他,轻轻地拍打着他。 他同时也抚摸着那些从一开始就和他在一起的老燕。 然后,他就跨过海岸朝陆地走去,因为他知道,鸟类的悲伤是不会持续很久的。 想趁他们还在被失去他而悲伤的时候,离开他们。 男孩走上低岸以后,又回过头,去望着那许多飞越大海的鸟群。 所有的鸟都发出互相引诱的叫声。 只有一群大雁,在他还能看见的时候,一直默不作声地向前飞着,直到消失在远方。 但是他们排列均匀,队形整齐,速度轻快,振翅强健有力。 男孩对飞走的鸟无比留恋。 他似乎盼望再次变成能够跟随一群大雁飞越陆地和海洋的大拇指。 多高兴啊,小朋友,尼尔斯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而且比以前长得更高,更大了。 这让他的爸爸妈妈和他自己都很高兴。 其实,这也一直是我们期盼的结果,对吗? 不过,尼尔斯回到了家里,变回了原形,也意味着他要和燕群分别了,因为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中。 瑞典里作家塞尔玛拉格诺夫的《奇恶旅行记》,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的故事。 你看,性格孤僻对读书毫无兴趣的尼尔斯本来只会一味搞恶作剧,给爸爸妈妈造成了很大的苦恼。 但是,在作者的安排下,他变成了一个小狐仙,一个像拇指那么大的小人,然后骑着自己家里养的一只鹅,与一群大雁一起生活了近八个月。 他变成了一个性格温柔,忠诚善良,而富有责任感的孩子。 《奇恶旅行记》今天就全部听完了。 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好听的故事。 谢谢小雪阿姨为我们整理编辑故事。 谢谢张立敏阿姨为我们讲故事。